说到台中港位在无期区的顶鱼寮公园 属于台中港市地重画区 为了加强在地特色 是否邀请艺术家设计装置艺术 而这一天举办落成典礼 艺术家指出他以海浪为基底 搭配渔镖以及老渔夫亲手编织的渔网为设计理念 呈现了无期的捕鱼产业 除了呼应当地特色 也延续在地文化记忆 希望借此加深居民对社区的认同感跟向心力 成为当地的新地标 热闹的太古生为典礼揭开序幕 位在无期区的顶鱼寮公园 在台中港特定区设计重画范围内 为了增添在地特色 是否邀请艺术家设计装置艺术 这天举办开幕典礼 副市长张光瑶等人 手持这次设计重点的渔标 一同欠行启用仪式 现在所在的这个地区 是一个将近四公顷的公园 这个公园里面 虽然说已经整理得非常的漂亮 可是总是好像还少了一点点 什么艺术的内涵 所以我们地震局在今年 透过半年的时间 委托做了这个公共艺术品的设置 认真地讲解着这次的设计理念 艺术家梁顺斌指出 顶辽力靠近海边 而海岸边因为风向 常形成沙丘 居民们捕鱼后都会在沙丘上晒网 现今已少有这幅景象 所以邀请当地的老渔夫 亲手编织渔网 搭配洋流 浮标等 背景设计的公共艺术 呈现当地的产业文化 那因为重画的关系 可能这些比较年轻一辈的学生 或者是青年人士 他们已经不知道 有这一段记忆的存在 所以我一直想说 透过公共艺术的设置 那把这些浮标 海浪 跟渔网这些元素 把它集结起来 那让也许是小朋友 或者是青年人士 在看到的时候呢 他可以去理解 跟换起说原来他们小时候 长大的地方呢 是有这一段历史的记忆在里面 他用古早的土海抓鱼 那种地匪来做一些藝術 背增了我们今天 我们顶鱼鳥公园的文化 因为我不是这边的人啊 只是说经过这边 然后会好奇说 这边有做这样子 特别的那个公共的东西 或想要去了解说 为什么要做渔网 或者是做这样的设计 经过这边走一走才会知道说 原来以前就是有这样子的历史 躺上去一点 小朋友开心的躺在渔网上 玩得不亦乐乎 市府表示 希望借有公共艺术的设置 加深居民对社区的认同感与向心力 延续在地文化记忆 并成为当地的新地标 记者李云轩台中采访报道